師叔, 你幹嘛握住我的手? 師叔, 師叔, 師叔 你們華山派 擄劫了我的弟子兒林 我也擄劫你們華山派 一個女弟子在底上 你們放回兒林給我, 我就放回凌生 師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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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兄得罪了師叔 難怪師叔生氣的 這件事跟小師妹沒有關係 請師叔高抬貴手 好, 那我就高抬貴手 師兄, 師兄 顧著我的熱雲吞 師叔, 這一掌打到二師兄一波一波 他差點撞到老伯的熱雲吞 幸好那些老伯順勢接著二師兄 否則真的不堪設想 賣雲吞的老伯也有幾道功夫 是呀, 別吵, 別吵 你看, 師叔, 彭哥去跟那個老伯交涉 原來是你 沒錯, 是我 師父的脾氣, 美面大一點吧 這些不用你來 不用你這麼多事 師叔和那個老伯交涉 有兩個人擔著油紙 手提樓虎燈走近來 是呀, 看看 看看吧 對了, 請問這位 是不是恆山派的神尼 不敢當, 憑你就是恆山定日 請問專家是哪位 是呀 晚輩二人奉了師命 邀請定日師伯和各位師姐 一同去閉處奉齋 晚輩未得眾位來到恆山的訊息 所以沒有出城迎接, 恆罪恆罪 不必多例 兩位是劉三爺的弟子 是呀, 是呀 晚輩鄉大年, 他是我師弟, 米維兒 向師伯請安 好, 我們打算去府上拜見劉三爺的 這幾位是在下華山派梁根明 本來我們打算和大師兄會合之後 一起向劉三師叔請安道賀 這位一定是奴義師兄還是呀 不敢當 令狐聰師兄既然未到 各位去先都是一樣的 那這一位你又請不請呀 原來是顏蕩山何師伯 真是失覺了 請何師伯都想下面加林閉車 原來他是浙江顏蕩山的高手何三七 是呀, 我都聽過了 這個人自有就以賣雲吞為生的 學成武功之後 還仍然擔著兩口雲吞行走江湖 他雖然一身武功 他仍然自甘淡薄 武林中人大多都很欣賠他 滿輩有眼不識泰山 何前輩千萬不要見怪 不怪不怪 你們光顧我吃雲吞 我又怎會怪你們呢 老闆 這裏所有的茶錢 回頭才算數 全部入了劉三爺的數 那就好 給我靜靜趁人多一起運了進來 終於來到劉府 這裏這麼多人 相信都不會有人留意到我 只要找到清城派那幫惡徒 就可以查到爹和娘的所在 什麼事 泰山派的天蟲盜人受了重傷 還有一個是誰呢 就是泰山掌門天蟲真人的弟子 他姓匹的 死了嗎 盧師兄 師父有請 華山弟子盧德樂 叩見天蟲師伯 龍龍聰呢 三師兄 他們在這裡找大師兄 啟稟師伯 令胡師兄和晚輩們 在衡陽分手 約定在衡山城會合 然後一同到劉師叔府上渡河 他今天不到 明天一定到的 哼 他居然是和那個奸淫老娘 無惡不作的鐵白鋼在一起 啊 今早上 我和慈師弟 去衡陽 回眼後 見到令胡聰 還有鐵白鋼 還有鐵白鋼 還有一個小李姑 露燕賊 露燕賊 你和令胡燕賊 還有各位同門遠道而來 我對各位燕賊的盛情非常之感激 但是 不知為何令胡燕賊 又會和鐵白鋼在一起 我們一定要查明真相 如果真是令胡燕賊 對的 我們五惡劍派是一家人 一定要好好地圈導他一番 混帳 你還稱他為賢賊 演個屁 劉師叔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還望師叔次告 這件事是這樣的 天曹道興說 今早一早 他和天門道興的弟子 持百姓賢賊 想行陽 回眼樓喝酒 怎知一上去 就見到那個淫賊天白鋼 還有令胡燕賊 和定日師太的高足 宜臨小李姑 在那大飲大食 而且田白鋼還大言不慘 令到慈百姓賢 忍不住心頭火氣 於是就拔出兵器 與田白鋼大戰宋百回合 怎知慈百姓賢賢一不留神 被田白鋼用卑鄙的手段斬了一刀 而當時令胡燕賢 竟然仰慕其事 不加援手 又失五惡劍結盟的意義 所以天門道興才敢鬧 天重道興 我敢說對 對 師父 弟子有事啟稟 什麼事 師父 天魄師叔有師弟傳來 他們率領本門弟子去尋訪田白鋼 和令胡燕這兩個淫賊 至今還沒有蹤影 但是在衡陽城外就發現有一具屍體 這個屍體身上插了一把長劍 那把劍是令胡燕的 死者是誰 是…是如師叔門下的師兄 是羅仁傑師兄 是仁傑?那師手呢? 是啊, 在這裡 把師手放在這裡 你們看看 那個師手的腹部插著一把利劍 這把劍在死者小腹插進 斜刺向上 一把三尺長劍留在體外不足一尺 很明顯劍尖已經插到死者的煙 這種由下而上的狠辣點數 在武林中真的很少見 令胡聰明, 你很毒辣 師父, 我回來了 是兒林 快點滾進來 哇, 進來那個小尼姑 清淚絕俗 容釋超人, 真是一匪美人 小子 你都算大膽了 我… 就算殺人關你事 但是你也不幫好人 一直鬼鬼祟祟地跟著我 究竟事何居心 你說 原來…我和小師妹暗中查他的行蹤 早就被這個老奸巨罰的矮道士發覺了 兒林, 跟我來 跟我出去 說清楚給我知道 為什麼你會失手被他們抓住 是… 別走 別走 這件事涉及兩條人命 我想請兒林小師父 在這裡跟大家說清楚這件事 跪下 哼 你做了這種事 你還有膽回來見我 師父 第二次這次… 這次差點不可以回來再見你老人家了 劍柄那裡有華山令狐衝五個字 來, 拿來 不關我的事 你拿我的劍幹什麼 哼, 你看看 你把劍又挑著華山盧德樂五個字 字體和客法都是一樣 還說不是你們華山派的人做的 哼 這一劍 斜斜地猶下而上 是你們華山劍法的什麼招式 我…我們華山劍沒有這一招 兒師伯, 令狐大哥這一招 多數不是華山劍法來的 你要找的人是令狐衝 你擋著我的去路是什麼意思 兩位大駕光臨到劉某蛇下 兩位都是在下的貴賓 請給回多少薄免的在下 大家免相和氣 哈哈哈哈 劉三爺說話 未免太好笑了 我和這隻笨牛鬥氣 什麼 和你沒有相關 貧道只是希望二林小師傅 向大家講明真相 二林 那天和你失散了之後 究竟後來的事是怎麼樣 你快點告訴我 是 弟子並沒有做過有為師分的事 只是田伯光那個壞蛋 他… 行了…我明白 你不用再說下去了 我通通明白了 我一定會殺田伯光和令狐衝兩個惡賊 為你出口氣 師父,令狐大哥他… 他已經死了 什麼…大師兄死了 怎麼會死呢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青城派的壞蛋做的 什麼… 你指著我徒弟的屍首說他是壞人 你是出家人 你敢不敢奉菩薩之名發一個世 我絕對不敢向師父說半句大話 弟子而臨 向師父和各位師伯師叔稟告 弟子卻不敢有半句不盡不實的說話 觀音菩薩神通廣大 瑞煉監察 嗯…好了 既然你發誓 那我相信大家都會信得你 信得你 這件事是這樣的 昨天下午 我跟師父和各位師姐去行陽 走到半路中途 誰知落雨上來 我下山的時候 因為一不小心就跌倒 雙手都是來臨青台 後來到了山腳 我就去山腳洗手 誰知忽然之間 溪水之中 我的倒影旁邊 就多了一個男子的倒影 你… 避免了你的穴道 你想大聲叫人來救你 都沒那麼容易 哈哈… 二林 二林,你在哪兒 豈有此理 他們又回頭來找你 好,讓我抱你到山洞 二林 二林 幸好你進來山洞 他們就找不到你 二林 如果他們真的找到你 我就連他們都抓了 二林 他們已經走了很遠 讓我解開你的穴道 看你這次庸走到哪兒 你…你攔著我幹甚麼 你再不讓開我 我手中這把長劍就對你不客氣了 你… 甚麼你想殺我嗎 為甚麼還不下手 師父仔 你真是好心 你不捨得殺我頂了 是不是 我… 你用兩隻手指一劍 就劍脫我一把劍 你…你不要嚇到你 你…你不要碰我 哈哈… 誰呢 喂… 食相的,快點滾出來 否則… 激到我發怒,你就沒命 哈哈… 豈有此理 讓我出去教訓一下你才行 慢著,我要點了你的穴道 不要讓你走出去 他走出去了 糟了,我讓他點了穴道 怎麼算好呢 不行,我要提醒個人走開才行 等田白光走出去,四周找不到他 那我就有時候打動體內的經脈 喂…小心,他正在出來了 謝謝你了 不過你可以放心 他追不到我,他們兄公不用了 豈有此理,狗賊 快點延伸出來 和我比試一下兄公 你… 不用怕,他跑出去找我了 我現在進來是救你的 他點了你的穴道 知不知道是甚麼穴道 好像是堅貞和天追兩個穴道 對了,你是哪位… 去了哪裡,又聽不到聲 糟了,解不開你的穴道 他會回來的,你快點走 他一回來就要殺你了 五惡劍派,同氣連枝 師妹有難,怎麼可以不救 豈有此理,一定是被我嚇走了 糟了,他還快回來了 又未解開你的穴道 那唯有得罪了 我要抱起你離開這個山洞 我啊… 我一會兒去離開那個穴道 就在草堆裡休息一下 我都要休息一下 豈有此理,他要救了那個小穴鼓 那個小穴鼓被我點了穴 一定不會跑到他不見 我先拿四張找他 我先去 他這麼亂地撞掉草, 我們很危險 你受了傷嗎? 剛才那個無乃輝劍亂斬, 刺傷了你 你竟然忍著痛不叫出來 你傷得怎麼樣? 不要緊 你傷得很緊, 你看看 血不停流出來, 一定要止血才行 我有天香電軸膠 嘘, 不要出聲 你在旁邊就會讓他發覺 我忍得住, 你放心 我們如果可以再捱半個時辰 你鼻風的穴道, 氣血漸暢 我就可以幫你解開 不過我怕他會回頭 這樣吧, 我們不如索性沒有危險 走到山洞裡避開, 來吧 好 我幫你進去 好 你坐在這裡 我衣袋裡有天香電軸膠 是紫傷的靈藥 你…你自己拿出來敷傷吧 如今要我自己拿, 恐怕不太方便 等你手腳都可以動的時候 再拿給我 讓我自己包好那個傷口 這麼好很多 不如我幫你推血過功 打通你的穴道, 好嗎 來吧 不要出聲了, 跟著讓他聽到 小靈姑, 原來你還躲在山洞裡 躲… 你撿起地上把斷劍來刺我 幸好我避得快 沒有讓你刺中要害 拿你來 你… 你就用你手上的斷劍 鬥我這把賠刀 來吧 你… 華山劍法 不是我的對手 就算你師父 惡老頭親自來 都未必是我的對手 你的穴道解開了 快走… 快走… 華山派師兄 我要和你一起對付這個惡人 快走… 我… 你快去恆山城 我們有很多朋友在那裡 梁這個惡賊 都不敢上恆山找你的 豈有此理… 如果我走了, 他殺了你的又怎麼樣 他殺不了我 我現在纏著他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你再不走…我要罵你的 這 donde… 毯時有百拳劍 我倆一起用她一個 那最好 田伯幫石新班都 會鬥華山行施兩派 快走… 你到底走不走… 快走… 快走… 你再不走… 我要罵你的師父 定海這個老尼姑 真的是老糊塗 教出你的小糊塗出來 定海師伯 不是我師父 那我要罵靜靜 靈情司法都不是我師父 你還不走嗎? 那我以來定日哥老胡桃 我還有很多難聽的說話罵你師父 你怕不怕? 你不用罵了,要走就大家一起走 你站在我身邊,左手左腳 我最厲害的華山劍法 死不出來 那我怎麼回這個抹賊? 你對這個小尼夫都說多情多義 只可惜你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黃西彼仙,你是甚麼名字? 我回到恆山,被師父說 是你救了我的名字 快點走,我姓盧,叫盧德洛 這麼好,劉大舟,我走了,我會有錢 混帳,真是混帳 令狐沖竟然冒充盧德洛 對,為甚麼要這樣做? 那我問你 你離開山洞之後 又怎會再跟他們兩個在一起? 你說 是 是 我一直這樣走 走到天亮,已經見到恆陽城 我的心就稍為安定些 以為可以在恆陽見到師父 誰知道就是那個時候 田白光就追到上來 我見到他,傷他都軟了,走都走不動 於是被他抓住 當時我心想 那位華山洞的師兄 在山洞裡一定被他殺了 當時我心很難受 由於當時在街道上 田白光看到這麼多行人 也不敢對我無禮 於是他抓住我 我只會一直跟他進城 去到街酒樓叫回眼樓 他就這樣說 師父仔 你有沉餘 沉餘落眼之容 這間回眼樓是為你而開的 我們就坐這張台 坐 火記 火記 要什麼吃 給我拿牛肉 豬肉 雞 鴨 魚蝦來 快點 是 待會兒我就要你破戒 陪我喝酒吃燒鴨 如果你不吃 我就會撕爛你的衣服 客官 客官 走來了 請慢用 送菜很快就到了 快點 讓我倒閉 請我喝碗酒行不行 盧大哥 原來是你 剛才一節 金融武俠天地之 笑澳江湖第七回 由曾永強李學斌聯合編到 金融原著文曉南改編 請由紅梁石 林有榮 姚秀寧 陳偉康 盧韻賢 張志暉 劉安東 莫家驅 馮天行 林有榮 陳潤成等聯合貨出 雷 至少 森 西 西